很多人把大虾买回来却不知道怎么做好吃 不是做白桌虾就是做油门大虾都吃腻了 今天这个做法你肯定没见过 而且更好吃 真的是太好吃了 所以学会了一定要低调些 不要到处去显摆 看清楚了 首先我们用剪刀从这个地方给它剪掉 然后用你的右手轻轻挤压 然后再这样虾线就拔出来了 用这个方法处理虾线就会非常的简单 大虾处理好之后给它清洗干净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这个盐居王风味调味料 然后用你的右手充分的抓拌均匀 锅底铺上葱段和姜片 然后放入大虾 接着再加入半罐啤酒 然后盖上盖子 大火煮五分钟左右煮熟即可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浇作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星鼓励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非常美味的盐居大虾就做好了 虾肉鲜香滑嫩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吃上一口真的太解馋了 喜欢就赶紧做一家人尝尝吧